中央民国113年2月23号转眼间 我们又到了2月最后一个星期五 对 哦不对 还有一个 我忘记了 我怎么2月 我总觉得2月只有26天 今年是不是 有 据说今年只有 好像是 是 真的是 对啊 接下来是3月 你看吧 所以嘛 竟然想跟我考验年假 为什么呢 因为我非常清楚记得 就是过完这个春节之后 只剩两个年假了 228算年假 228不算 没连 没有连 你自己可以连 就是 自己可以连 会不会老板也就让你 放弃一些东西 你就连了 好 地表最强 奥斯卡分析达人 上次呢 因为我们亦有未尽 因为上次很密集的 就是我们一直要 一直要讲小艾美奖 对不对 不是 金球奖 然后呢 又连着奥斯卡提名 是 所以呢 我们就一直觉得说 为什么好像 我们有些片子没有讲到 这样子 对啊 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做出精准的预测 哈哈哈哈 你觉得我们上次有漏了什么 遗珠之汗 我们上次啊 因为我记得上次我们好像 我们只有讲这家男主角 女主角 然后导演都没讲呢 导演都没讲到吗 对啊 导演都没讲到 上次有个新闻 我觉得好像没有很多人讨论 就是这家纪录片入围 纪录片不是 竟然有我华人吗 是纪录片吗 还是短片 短片 短片 哦还更短片 对不对 对 是叫金门 对 你觉得这部片 可是我说真的 如果说大家去看这片子的话 搞不好会有点感伤 因为然后过年期间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我们都不会想要去想 但问题是那个金门这部片子 其实我觉得他在此时 入围奥斯卡的这个短片 也蛮有实际上的原因 因为毕竟必须说台海的情势呢 现在是非常受到各界重视的 会不会是拜登推荐 也不是 没有他他没有推荐这部片 没有没有 但我觉得这个 有政治意义对不对 其实应该是说 他把我们台湾或金门的人的 一些无奈的地方讲出来 例如 例如他基本上这个片名 他的英文片名叫做 The Island in Between 哦两岸 对对对 在两岸之间 不是两岸 他虽然片名的意思是两岸之间 但你其实也可以广义的上来看说 台湾其实也夹在两个大国势力之间 啊 所以 就是很多事情是不能靠你自己做 因为你无法掌握你自己未来会怎么样 因为你永远都是受制于两个很大的势力 左右为难 对啊 然后你想要怎么样你也无法靠自己去决定 因为永远都会有别的势力去影响到你的生活 所以他其实金门只是一个影域 也没有 他真的有到金门去拍 爹你有去过金门吗 应该去过很多次 给你猜 有没有 你在金门当兵 我就说江泰真的完全不认识我了 我看起来像在金门当兵的那种 完全不像 因为金门 对啊 应该没有办法提供你在当兵休假时候 有那么多看片的地方 我在台北市当兵 而且是台北市 所以你在 台北市哦 还是郊区哦 观影不间断 观影不间断的地方 我当兵的地方可能是走个五分钟之内 就有捷运站的地方 所以你不是在国军英雄馆服务 也没有 但跟那个地方的情况有点像 类似那种机构对不对 是 因为我不知道这部电影 他是不是有蛮多无奈的 你说感伤 感伤跟无奈有差别 他其实讲了 如果说台湾人来的话 当然会是对这个片子的内容 会非常的好理解 因为他一开始就讲到说 金门以前就是占地啊 然后呢 当年的那个时代 是两岸之间比较肃杀一点嘛 那可能我们这个地方都想 有一天要打回去啊 那那个地方也是有想要打过来啊 那两边的人民呢 曾经在那个时候 就是有点对峙的感觉 可是后来呢 时间一直演变了 那他就讲 其实导演他本身自述 因为那个片子里面 就是他自己在讲旁白嘛 那他就有讲到说 他其实是家里 他爸是在金门当兵嘛 然后呢 可是他们家后来就是移民到美国 所以说他很长的时间 是在美国成长 然后后来他爸妈又回台湾住 那但是呢 他自己的话就是 两岸三地都有跑工作 他可能在美国住了很久以后 那后来他就是 他本来是学这个电机 这个 他自己本身的背景 在影片里面稍微讲了一部分 没有讲得很完整 那你如果去找这一个采访的话 你可以发现说 他本身是学电机的 那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在美国华人可能就是要学这个东西 那可是他其实是对拍片感兴趣 所以他后来就是转过去 拍片的这一个道路的时候 然后呢 在影片里面他就有讲 就说他后来呢 就变成他拿手上拿着三本 这个出入境的证明 一本是美国的护照 一本是台湾的护照 一本是这个一个台胞证 那这样子看来看去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 有点荒谬的情况 然后呢 他就说他中间有一段讲说 他去了中国大陆之后 他就觉得说 那个地方其实也不见得 像以前讲的一样 都是很灰暗啊 然后很没有希望啊 其实他觉得那个地方 还蛮多彩多姿的 而且也充满了很多机会 他甚至于 在大陆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 也蛮想 希望能够在那个地方 有一点机会 然后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最近几年 所以回到台湾 然后他在台湾住的这三年 比过去三十年 跟他爸妈一起相处的时间都多 他也才觉得说 这三年之内 这个地方感觉又像家了 那他就问过说 他爸妈讲说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 他爸妈说 可能也没有办法逃到别的地方了 因为太老了 走不动了 就是会待在台湾的 然后里面也有反问到两个 看起来感觉好像是 下来金门的 陆沛的那种感觉 都会讲到说 他们的家人都有问说 现在情况说 很危险很恐怖啊 那你们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有一个是蛮乐天的 就说他不觉得会打 他觉得不可能啊 另外一个是说 因为他是东北人 所以东北人的这个性格都比较好战 所以说 他爸妈就讲说 啊怎么办啊 如果真的要怎么样的话 那你要不要回来怎么办 之类的 也是像这样的东西 像是有华人血统的外国人拍的 例如说 可能多年后他会回来寻根 所以其实我们看会觉得 外国人很启人忧天 就是他的观点你知道吗 他的观点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拥有和平 然后在这个地方发展 很多外国人都以为台湾会战争啊 那为什么会不会 没有 所以我说他这个议题会能够得奖 跟我们想象的金门 还没得奖啊 只有入围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外国人 人家在国外也已经住30年了 才又回来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并没有那么担忧啊 而且金门人也没有那么担忧啊 就算是在金门也不会那么担忧啊 好所以呢我们可以来再聊一聊 就是说除了这个 因为我们上次只讲到了 奥斯卡提名的男女主角嘛 对不对 然后男女配角 对因为这个都是死亡之主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后来的关于有些影片啊 是 制片不是制片 应该是说最佳影片 OK最佳导演我们都还没聊到 所以呢我们本周刚好借着新片上演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聊一下 为什么因为本周有两部奥斯卡的大片 真的是大片 而且是异军突袭的大片 为什么要说异军突袭 因为他们两部片子里面 都不是以讲英文为主 就都是讲外语为主 英语以外的语言为主 其中有一部片 英文讲的比较多一点 他入围的项目可能也稍微多一点 另外一部片子的话呢 虽然英文可能没有讲那么多 但是他应该是 我觉得啦 是奥斯卡的这一种 最喜欢的一个题材 所以这两部片虽然都不是好莱坞出品 但他们都很值得注意 入围了 两部片子都是在这个礼拜 要在台湾上演 而且也都有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 跟最佳导演 看以两个非好莱坞 很重量 含金量很高的入围项目 没错 那这两部片子呢 一部叫做罪恶真相 那另外一部叫做梦想集中营 比较好玩的是这两个电影 都是我们去年的 坎城影展参赛电影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说 其实奥斯卡 他是外语片吧 蛤 坎城影展 不是我说这两部片 感觉像是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 但这又有一个很妙的故事了 那就是呢 这两个片子从去年的坎城 一路斗到现在 那其实为什么到后来呢 两个片子就一部片 入围了最佳国际电影 现在已经不叫最佳外语片 现在叫最佳国际电影 只有梦想集中营 入围了最佳国际电影 为什么 是因为呢 雀热真相 其实去年在坎城影展上 得到的奖更大 他拿到的是最佳影片 金钟旅奖 最大奖 最大奖 而且是法国国家的 这个地主国的电影 那你就想 这不就很完美吗 法国就派这部片子来 缴组奥斯卡的最佳国际电影 那不就十拿九稳 几乎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偏偏 他们就没选这部 这很奇怪 而且呢 他们选了另外一部片子 那另外一部这个片子 也很妙 文化部选吗 好像是类似像那个单位选 然后他们选的那一部 代表片 这个礼拜 也上档 也在台湾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三部去年 坎城影展的这个竞赛片 从坎城影展一路斗到今年 那在这个礼拜 还要在台湾斗票房 那可是很好玩的是呢 就是因为追热真相呢 到最后竟然没有被法国 选进来角度 这家国际电影 法国选的就是我们 本周要上档的另外一部片 叫做火上锅 那所以呢 火上锅 取代了追热真相之后 结果就发现说 美国各大影评人结会 从去年12月开始 90%的最佳国际电影得主 都颁给了 罪恶真相 直接打你法国的选择的领 对啊 好没有关系 你不选他出来 我上锅听起来 怎么是一个名厨的电影 等一下会跟大家详细介绍 保证江泰一定不会想错过 然后呢 罪恶真相就一路得得得得得得 得到最后大家都觉得很怀疑 就说法国人你到底在想什么 怎么会 对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有点可怜的就是说 那其实火上锅这部电影也不是说硬一次要去跟追热真相挤或是抢 结果反而变成说火上锅这片子因为追热真相 大家替他出一口气 所以火上锅这个电影反而就应该要得到的注目就变比较少 他本人也很可怜他也有他可怜的地方 莫名其妙被错怪了 而且最可最我觉得他最无辜的一点就是说 等到法国自己本身的最高荣誉 法国电影最高荣誉是什么叫做凯撒奖 有点像是台湾的金马奖一样 那凯撒奖的话呢 最后真相也是入围了很多大奖 火上锅只入围了灵星小奖 那还是到底谁派他出来 你家也没有想要出来 对 大家觉得连法国影坛自家人都这样的欺负火葬过 那你就觉得那当初选他出去角度奥斯卡的官方单位简直是有 不就是自己打脸自己吗 yes 就是这样子 所以片子本身好坏到底如何 大家这个礼拜都在台湾可以一目了然 那这个就是最后真相 为什么在奥斯卡这家国际电影上面角度不了的真相 而且非常妙的是 为什么法国影坛人会觉得非常生气的原因是因为 请问各位法国电影均多少年没有拿到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或国际电影这个奖 我跟你讲可能比韩国还少了 我觉得韩国这些 没有你猜嘛猜个几年嘛 就是个数字 20 超过 哇 比法国没拿到世界杯还久 真的 法国还拿了世界杯呢 我们光是法国的那个打脸系列 我们就已经最佳影片就占了 我们很大的讨论时间了 好其实答案揭晓了 法国大概已经超过30年没有了 他上一次得到这家外语片的电影叫做印度之那 这是凯撒林丹尼弗的电影 你看这个都三十几年来都没有了 这是古时候的事情了 也不要这样子 大家还有印象 那这中间有一些片子也许是有法国人或者是他片子讲法语 但他可能是报什么奥地利啊或其他国家也不是又报法国 所以都跟法国没有办法拿奖 结果好不容易出了一部 大家一看就是奥斯卡简直就十拿九稳唱 他几乎就是要得到最佳国际电影的电影了 结果官方又打枪 我就不派你去 我觉得历见的人要辞职 法国国内影坛的人当然就会真的非常的生气跟不爽 就你看已经30几年 大家等了这么久 今年搞不好真的是要荣耀要回来的 最大希望的一年 没想到就这样子 所以呢 罪恶真相一没有到最后得利的是谁 就是梦想其中营 你看这三个片子 罪恶真相在坎城市得这家影片 然后呢这个火上锅市得这家导演 梦想其中营好像是什么评审团大奖之类的 那他们在坎城都非常受到推崇 可是你就会发现说 罪恶真相好像强度就是稍微比梦想其中营强一点点 可是呢 梦想其中营又是最讨美国人喜欢的那个体验 他讲的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 纳粹的集中营 大家都看到的是 我们以前看到都是集中营里面的人多可怜的这样的故事 那其实这次角度不一样 他讲的是说集中营的指挥官 那当然就是德国军官 他的一家人在这么可怜的集中营外面 他们自己的家把它弄得像天堂一样 又漂亮又优雅又舒服 整天在家里面过得好日子 然后你就可以隐约听到 好像隔壁传来一些哭叫啦 或什么之类的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 可是他的家怎么会在集中营隔壁呢 因为他只用一只会门 所以这还真的是天堂与地狱 是 而且就是这么近的距离而已 有一些人在地狱里面受痛苦 有些人就是在自己家里面像天堂一样 而且他也不管别的地方的人怎么苦法 这个题材很容易得价 真的太容易了 这是奥斯卡很爱的题材 另外一个指标是 今年入围的这家影片里面 《罪恶真相》有入围吗 《梦想集中营》也入围了 不讲英文的片子得奖几率不高啦 那所以你看 他们要怎么办 就是会给他这家国际电影来补啊 补一个 而且之前很多片子都是这个样子的得法 所以你就觉得说 这下子《梦想集中营》几乎是 几率不知道高多少 然后法国人应该是更气在心里 因为觉得这感觉好像是 我们自己不要送给你 好吧 所以这次的片子可能就是有 英语讲的很少的 很有可能最佳影片是 英语比例极少的那部片子 而且最妙的一个点是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个英国人 英国人 所以他本来拍一个 几乎不怎么讲英语的片子 然后呢 但是虽然这两部片子 就是《罪恶真相》跟《梦想集中营》 有这个样子的 感觉也不能算恩怨啦 就是这样子的一些 很微妙的关联 最大的一个很妙的点是 各位观众一定会不会忽视 而且会觉得很奇特的 一个点在于 两部片的女主角是同一个人 你看这么厉害喔 这个女演员去年这么强 《罪恶真相》里面她是女主角 那《梦想集中营》里面 因为毕竟她演的是 那个指挥官的太太 这也是女主角啦 对 她虽然地位上像是女主角 可是奥斯卡上面 就是为了避免自己打自己 所以说她《梦想集中营》 她是提女配角 那女主角是提罪恶真相 结果罪恶真相让她入围了 所以有可能她 如果当时她还更强的话 她可能女主角女配角都拿呢 有可能 这谁这么厉害 这是一个德国的女星叫 三卓惟乐 那她基本上 以前大家比较熟的一个电影 应该是德国电影叫《颠覆人生》 她家里面就是演一个女会计师 然后在他们公司里面算是蛮有地位的 可是她的爸爸就是很喜欢搞笑啦 然后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女儿太紧绷了 太严肃了 她希望说做这些耍宝出手的事情 让女儿放松 殊不知女儿觉得很丢脸 这样 这是一个当年是德国的电影 那这个片在德国反应非常好 那可是在凯德云展上面 评价很高 却没得奖 那但是这个女演员的实力还是很厉害的 那这一次呢 她就在这个《罪恶真相》的《梦想集中》里面 两部片都表现出很厉害的演出 台湾观众可以一个礼拜之内 看到她两部很精湛的演技 然后呢 在这个《罪恶真相》里面 她演的是一个女作家 然后她是一个德国的女作家 但是她嫁给一个法国人 而且她的老公跟她是同行 可是她写的书就是比她老公都成功 所以说那个家里面常常是丈夫 有一点感觉是被压抑的 那因为就是出风头的厉害的 受到外面最喜欢的都是这个妻子 有一天呢 这个老公呢 就从家里的屋顶上摔下来 掉到地上 是怎么了 就死了 那所以接下来呢 这个案子越查越最后 真相 对大家就想要知道真相 真相到最后呢 因为这个公社 就是检察官这个地方 当然就指向说 妻子杀夫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说 这个太太在小说里面 先把老公本来预定自己 要写的一本书的内容的这个结尾 写出来了 所以她觉得夫妻 对她就觉得说你会不会是偷了她的东西 然后又没有办法面对她在家里的质疑 然后就想办法先杀掉她 那可是这个老婆又觉得说 我没有啊 我没做这件事情 而且我比她红啊 这个就 你知道讲这种话会更被Pedron很讨厌 所以通常不能这样 那这个片子呢 虽然两个半小时很长 但是她在法庭上面的唇僵舌剑都蛮厉害 而且各有各的观点 到最后甚至于闹到说他们两个人的儿子 她那个儿子是有一种有视障 视力是极度薄弱 看不到 极度薄弱啦 就不是说到完全都没有办法 但是就等于说要 按照她去当一个目击者是有点困难 她要作证 她必须要按照她听到什么 可是听到什么跟看到的东西又不一样 可是也没有人可以来作证了 就连小孩子都被卷进来 然后就开始要去检讨你爸爸跟你妈妈之间的那一种婚姻关系 好精彩 所以这个是很残忍的一个故事 然后这个三卓弱在里面 我觉得厉害的地方在于 然后他还又背负的另外一种例的事是说 他是一个嫁到法国的德国人 所以他在法国的法庭里 他还会遭受到一些对于外国人的某一些既定的印象 我觉得这个德国女性真的是很厉害 好这个以上是 罪恶真相 而且呢在这个片子里面很妙的是 你看一个德国的女性去法国拍戏 那他要讲法文 那可是因为这个片子里面 他又身为一个外国 就等于法国的外配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有口音吗 其实在里面 一他有一堆法文的孩子 然后他也有一少少的德语的台词 还有很多的英文的台词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德国人 我要去跟法国人沟通 我说我不见得法文那么流利 我就要讲英语 所以他就一直转换转换 你就看到这么多语言这样子切过来换过去 还有情绪 是 好那该他了 就是他了 但他只是五个入围女主角之一 其他的那几个我们有讲过 我们还有可怜的小东西 凶史东 竞争最凶的嘛 就是另一个来史东花月杀手 跟可怜的东西爱马史东 所以你看已经两个这么厉害 再加上这一个 他会不会被牺牲掉 三个人 然后另外两个的话呢 就是有我们安妮特班尼 也是我们非常老资格的 也是入围好几遍 一直都拿不到奖的老奖 还有一个入围次数没那么多 但实力也很厉害的 大师风华 之爱乐家 凯莉木利根 都是很熟的名字 都是大咖 对 所以你看 这样子 怎么办 马格罗米被挤走 好像也就是 理所当然了 不能说理所当然 只是说运气真的不好 因为他其他的对手实在太强了 太强 所以如果说能够增加一个team 他不能够有六个人 奥斯卡现在就是五个 就是五个嘛 就是多年来都一直是五个 没有开放到六个 可是影片已经有很多部 最佳影片 理论上应该你看 你最佳影片如果有这么多理论 他的女主角应该就要有真儿 真儿补选 这个就看他们之后会怎么觉得 所以我们本周要给的单位是 好本周 因为我们的补班补片已经完了 所以已经到了二月 过年元宵 我们本周当然要元宵姐提画灯 所以我们要提灯笼吗 我们要提多少灯笼 最后的真相 真相没有那么容易看得懂 所以要多提几展 才能够照得清楚一点 我们四盏的元宵灯笼 哇那么强 是 大家一点好好地去分析一下 到里面的女主角到底是有没有对她的丈夫下毒手 可是这个女主角在入围的时候没有被讨论很多 是你把她给 重点是因为她的片 你把她的重点分析了 没有重点是因为一她毕竟就是大家比较不是台湾人比较不是那么熟 很不认识 我看好莱坞也不太认识吧 没关系好莱坞他们从去年12月开始就认识了 因为她两部 我其实现在在等说到底哪一个人节足先等先把她找去演大片 因为我觉得她今年奥斯卡之后她整个知名度就会翻上去好几番 因为你想这个太强太强了 真的 从本周开始 台湾观众也可以要去认识她了 因为本周两个大片都有 而且两个都是入围了奥斯卡这家影片导演的大片 还有一部即将要得到奥斯卡这家国际电影 那在这两个片子里面都是这个重要角色重要演员的她 大家应该会很多印象的会很熟的 那本周就千万不要错过 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要这个送暖一下 我们之前有讲到吗 因为最后真相的这一个奥斯卡的这个风波 导致了原本看起来好像运气不错 被送上去角逐 但很可惜后面碰到的都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 就比如说奥斯卡这家国际电影他也没入围 人家法国找他他反而没入围 然后连在他们自己 法国国内的电影最高荣誉 凯撒奖他也只入围了几个小奖 都技术性的 演员也没有 导演也没有 影片也没有 虽然我觉得他无望之灾 超可怜的 所以真的是 对啊 明明片子本身也很好看 火上锅 真的很可怜就是被这个样子 所以需要大家赶快 一人一票一张票一事情 多多来鼓励一下 为什么我会觉得说这片子台湾观众 比较不太会想错过的原因 是因为大家看到片名 就猜得到里面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画面 不就美食吗 对这种片子我们还不鼓励吗 但会有一个挣扎 就是你如果没吃饱的时候去看 你真的会觉得饿得不得了 会更煎熬 那才最饿 越看越想吃它 那真的 看了这部片以后 真的是最饿的真相了 是啊 真的饿得不得了啊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们真的有时候看美食电影 对不对 真的是很生气耶 因为那个电影院就不能吃东西 对 电影院不能吃东西也就算了 最重要的是 电影院里面能让你吃的东西 也不是画面里的那些 我想要吃的是电影里的那些 还不能有那个塑胶带的摩擦声 或者纸带的摩擦声 还有香味也不能太重 但没有关系 因为电影院卖爆米花 所以你咬那个爆米花的咔咔的声音 就可以 对 因为也不能跟你吵啊 你有咔咔的声音是焦糖 哦是 它的是没有咔咔声的 很容易软掉的那种 江泰真是吃成精了 对 有焦糖的才会有咔咔声 都知道 好那其实火葬锅呢 其实故事也算很简单 他讲的就是在法国的这个村庄里面 有一间很有名的餐厅 他的老板是个男生 那这个主厨是个女的 两个人一起开店 开了这么多年 工作生活 煮菜都在一起 那你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什么 火上加油 没有 就说觉得应该是夫妻 对不对 但他们两个从来没有去办过那一纸证明 也没有行过那个婚礼 那两个人就一起在这样子生活很久 厨师是哪一个 厨师是先生 主厨是朱丽变动的许言 对 主厨 老板呢 自己本身也下厨 老板是这个坎真影帝 班诺马集美 那很妙的是 这两个人 这两个男女演员 以前就曾经结过婚 所以他们等于是前夫妻 在荧幕上再续前缘 所以你看他们两个之间 根本就不用培养什么火花默契 站在一起 本身之间火花就一大堆了 就是不需要那张纸啊 对 也的确不需要 没有 那剧情里面描述的是 那个老板还是很想要 所以就时不时的就会想说 那我今天是不是想办法来弄一个什么 惊喜来跟他求婚 让他点头 但没想到怎么求 这个女的都不答应 都没有想要嫁给她 虽然彼此之间的关系 都已经是这么老夫老妻 但这个女的呢 他也一方面就很好玩的 就想说 我不答应 我来看看你接下来会怎样 或者是说 你如果要跟我结婚 我就是很没有想答应 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也很好啊 我这个时候干嘛 一定要嫁给你 怎么感觉这是一个小品 不会但里面煮的都是大菜 这个就是重点了 好我觉得我刚才听你这样讲了 对不对 我觉得这部是一个看起来没有压力 轻轻松色 而且视觉上效果一定很棒的片子 压力太大了 就是要忍耐饥饿吗 这个片子呢 我正在讲说 为什么不可错过的原因 是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 因为我们看过很多那一种讲 华人的菜的那些片子 对对对 华人的菜 你看到里面那些大菜 你都会觉得说 哇华人功夫菜就是这么的搞刚 然后又这么的精巧 他搞不好有的食材都已经煮到 你看不出他原来的样子 中华厨艺博大精深 对然后就觉得 那个时候你就会 你都会一直觉得说 哇外国人真的是没有饮食文化 不懂吃 不懂吃对不对 什么东西都弄不出来 也不过就是烤牛排啊 什么之类的那些东西 一块肉丢到火里有什么技术 直到我看到了火上锅 所以你还说人家为什么提名他 人家一定是有历史传承 一定有使命的嘛 为什么要提名这部 一定有原因 但必须讲 火上锅 火上锅的导演其实也很有名 就是发籍但是越南裔的名导 陈英雄 青木瓜吗 对 哦那人是名导好不好 就是导演的梁朝伟啊 对啊 他是拍梁朝伟的这个三轮车夫的导演啊 然后他也是去年看陈英雄 这家导演奖的得主 所以当然火上锅本身的实力 是不用说的 他也是好骗啊 那只能说 在竞争奖项上的杀伤力 也许跟最后真相比起来 真的差了一大截 最后真相毕竟是一个 比较犀利的题材 那火上锅的话 可能 因为陈英雄虽然是法国籍嘛 在法国住那么久 可是东方的那种温柔啊 的那个感觉 你还是会在火上锅里面 很明显的感觉出啊 就是温温吞吞的 然后很暖 很软 对 很软 对 对 因为他有越南血统 是 所以说呢 你就会觉得 这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那为什么对我们台湾人来说 看这个火上锅 非常的过瘾的原因 就是我刚刚讲了嘛 我以前一直都以为 只有华人有功夫菜 那这个是欧美的饮食文化 真的都很不怎样 直到火上锅里面 真的让你看到了 欧美的功夫菜才多的咧 人家说要斗琴 我觉得我们这次 可以有斗菜的感觉 你就可以看到 他们怎么样 把那东西拿出来 然后慢慢的煮啊 熬啊 然后可能把它绑起来烤啊 听说 沾酱汁啊 光是酱汁 就是很大的学问 对不对 它特别 这个片子的前半段 很多煮菜 然后常常在煮菜 都不太有对白 又有哇 看了就觉得 好像人在那个厨房里面 然后看他们煮成这个样子 超想飞进去 那个荧幕里面 把它吃 大吃一顿 可是没办法 诶 陈可欣 有一年跟 拍了一部跟 周冬宇跟金城武的那部叫做 喜欢你 但问题是喜欢你 非常糟糕的是 他里面吃泡面 而且不是 而且我觉得里面的菜 我都不想吃 张泰你这样子 对 真的我觉得他的 所以你可能甚至更要看一下火葬 你就会觉得说 以后去法式料理店 会不会有一些灵感 怎么点菜 对 但问题是最可怕的是说 这些菜也许有可能 台湾的法国料理店 都说不出来 它不见得也卖 对 所以它可以算是 也许很贵 对 这样子好了 我们中华菜系有宫廷菜 民间菜 家乡菜 对不对 什么川系 香系 卤系 那法国有分吗 有分法国的宫廷菜 跟法国的平民菜 或者是码头菜吗 我只能说 从剧情里面 会有宫廷菜 这一个部分 就是宫廷菜 因为里面会有 就是宫廷的贵族 来跟你讲那个菜 法国老菜就对了 会跟你讲说 我们的菜可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这个大厨做出来的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彼此还会交换一些 饮食的心得 这多好看啊 这不但还是赢了 那你这样是怎么歪掉了啊 那你这样都歪楼了 男女主角之间的 有一种像躲猫猫的那种 爱情关系也是它的重点 那个对我来讲 那个应该是说火猴 重于彼此之间的 而且你看他们找的是 这么好的一对来演 你看以前就已经是一对了 都曾经彼此私下就是情人 没兴趣的 我只对老菜跟宫廷菜有兴趣 看你这样不行 歪楼歪太严重 好 陈英雄的片子本来就是有水准的 而且他几乎 我觉得他这几年只要拍 几乎就是会被进入国际 而且他应该这么说啦 就是陈英雄他的片子里面 对于一些这个影像画面的构图 还有他摄影的那个品质 都是很要求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片子里面拍东西 一定都拍得很漂亮 那清木瓜的滋味里面 那个木瓜绿道 水都快要滴下来 那这火上锅就不用讲 保证让你看的是滴口水 那讲到这个影坛 我们是不是应该 恭喜一下杜可峰结婚了 我觉得这个什么 大家都没有 影坛都没有人像 好像有更彻底一点 你不觉得杜可峰结婚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 拍的一部电影吗 因为你一直讲到视觉风格的时候 我突然就想到 他是72岁耶 是 所以突然间林老 想要那张纸 所以我才会觉得 纸有很重要 纸很重要 不过其实我更好玩的事情 你看啊 讲到杜可峰我就想到 因为我们过年的那一段期间 就是从这个2月8号到2月14号 对 就国家影视厅中心 因为他们最近几年一直在修复老片 所以他有放了一部 就他们修复完的老片叫龙的传人 就放在YouTube上 龙的传人这是 对 在龙的传人可以在YouTube上面免费看 然后龙的传人第一段就是讲说 就是这个台湾美国之间的邦交结束之后 很多台湾人都很激愤啊 然后看到美国人就想打啊 里面你就看到年轻的时候的杜可峰 旁边带着两个台湾的女人走出来 差一点有人要打她的时候 他就把衣服打开 上面写着我是澳洲人 这不用被打了 好玩吗 我觉得 大家可以去找龙的传人 不过龙的传人的主角是什么 林凤娇晴翰这些 蛤是这个龙的传人吗 是没错 好 谢谢迪亚 感谢 我们刚果档过来没有给哦 那我们也是一样 要几个 这么美烈的也是要登龙 我们也是要给四盏的 因为今天的片子 这个真光美气氛加吃美食超赞 而且今天的我们的影评 我们的给的灯都超亮 是 够亮了 四盏四盏 请大家补班后补片后 都可以来看月底了